马来西亚与新加坡 不论是在地理位置 经济往来 人文及情谊方面 都是一一带水 而陆路交通 更是承载了两国大部分的交通往来 随着时代的推移 两国发起陆路交通新模式 共建一条跨国地铁 新柔地铁RTS 新柔地铁RTS 全程仅4公里 截至去年底工程已完成65% 将于2026年年底建成和投入运作 新山与新加坡之间的交通 将更加快捷 更加无缝连接 新山新加坡 被誉为深圳香港的黄金模式 如今已逐步成熟 得益于新加坡的红利 新山市房价价值 近两年不断飙升 新山现在一方尺的平均售价是1000令吉 花上人民币约1500元以上 以比肩马来最具价值的八升股区域 行业专家分析 在地铁通知后 新山房价市场预料飙涨30%左右 将让新元对令吉汇率走高 按目前一新元 推广3.5马币的水平来看 从今年至2027年 医疗会吸引更多新加坡人到新山 消费和购买房产 产业升值潜力无限 项目位除新马国门 楼下650米的CIQ连桥 直接连通到新马第一关口 再乘搭巴士或KTM 新马跨国火车 即可直达新加坡 而驾车往新加坡 仅去通过长约一公里的新柔长地 RTS地铁通知后 只需一站通关 6分钟车程就能享有新马房华生活 我是徐杰 已在新马两地生活10年 想了解更多新加坡马来西亚职业机会 屏幕下方点赞评论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评论加关注